养儿已经没有办法防老了 尤其现在呢又逐渐的迈入这个高龄的社会 以后怎么养自己呢 很多人一辈子呢就是一点一点积蓄 拿去买了一栋房子 分期付款到了最后发现自己已经穷到 除了房子什么都不剩了 以后日子怎么过呢 现在可以分期付款买房子 可不可以分期付款卖房子呢 这是卫生署长梁志良所提议的 可以选美国来把这个房子分期卖还给银行 以免呢将来呢没有退休的规划之下 老了生活很难过了 提醒大家只要发现眼睛老花了 赶快想到20年以后生活该怎么过了